直擊民眾忍不住倒吸一口氣 強震到時玻璃門受到劇烈搖晃 險象還生 民宅內還有小朋友 原本第一時間躲在書桌底下避難 聯邦跟著家人離開建築物進行疏散 更有居民表示 劇烈驚悚的搖晃 持續至少有16秒以上 當地時間14號上午 印尼東部發生規模超過7的強烈地震 民眾紛紛奪門而出 臉上寫滿了擔憂和緊張 小街道上忙著逃生的行人 摩托車和車輛也相互征道 而強震的威力之大 也引發了山坡沙石滑洞 掀起一陣陣的白色煙霧 而這一起強震 各界原先預估 規模在7.7到7.5之間 但其後 美國地質調查所下修為7.3 而震央則是在印尼 東努沙登加拉省 佛羅雷斯島的城鎮莫爾梅 北方112公里處 震源深度18.5公里 屬於極潛地震 而傳出強震之後 還發生規模超過5的余震 當局一度對鄰近地區 發布海嘯警報 不過現在已經解除 環宇新聞 吳巧平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指定長 請點規則 判斷超過5的余震 正確 逆 為替 詞